2021年4月8日,每年有百万游客到访的台东池上,在南横入口的张湘大道旁,却有一只被撞伤,摊在地上好多天无人救援的小狗。 爱狗人士发现后,很伤心的Po文请求救援,Po文被转发近300次,她说。 帮忙这狗狗的大姐说,她在那已经四到五天了,四到五天了耶,经过无数台车,摸视她的疼痛还有求助,就放任她在大车往来的路旁,不动,挣扎,不然就是翻滚。 好心的大姐才把她一到下面,避免二次伤害。 多少个爱爸爱妈看到这种情况,其实是心力交锤的,想出手却不敢出手。 只要有一线希望,只能破文试试,寻求一丝救援希望,看谁能够帮帮她。 幸好下午,有位退休老师来现场救援。 这我还是怎么啦,那么多苍蝇啊。 刚好公务段人员也来了,在他们的帮忙下,将狗狗移到车上送到台东市救治。 小黄从池上被救援后,就有爱心人士到医院关心她,有些人还自动留下小额捐款帮忙分摊医疗费。 因为整个台东地区并没有动物断层扫描的设备,为了让小黄能够站起来,在嘉义救援人士联络下,隔天退休老师就将小黄送到300公里外的嘉义准备进行脊椎手术。 手术后七天,当老师到嘉义准备接小黄回台东市, 看到的小黄竟然依旧是90度弯曲的身形,可现即追手术失败,而且小黄身上还多了一个很大的褥疮。 小黄照原定计划被送回到台东原救援医院继续复健。 医院医师一看到书后的小黄摇头表示,依照目前的状况,小黄连坐轮椅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尤其他的褥窗遍布右侧下半身,不是那个大洞而已。 医生建议赶快送到教学医院洞第二次即追手术,否则恐怕要面临安乐死的命运。 一位常到医院为小黄加油打气的小姐也说, 看到小黄从家一回来的样子,真的让人很心疼,眼泪,忍不住流了下来。 虽然他的状况很糟,不过小黄的求生欲望非常强,看到他吃东西的样子,就知道他想活下来,他不想死。 但是在疫情严重下,要进到教学医院,谈何容易。 何况他身上的伤口,也不容许再度长途跋涉,原本坚持没有断层扫描影像,不做脊椎手术的医师,为了救可怜的小黄,不得以魄力为小黄再次指导。 很幸运的,小黄的脊椎手术成功,终于免于被安乐死的厄运,而小黄很难治愈的入疮,也在中医师夫妇细心照护下,很快地缩口康复。 加上有一位桃园中医罗医师不但捐款,而且免费提供他精心调制的中药水,帮助小黄长肌肉及神经修护。 虽然小黄很不幸,被撞断脊椎后肇事者照跑,没有主人相认的他忍受了几天的煎熬,更糟的是嘉义的脊椎手术不但失败,还让他得了严重的入疮。 不过他终究还是很有福报的,他的悲惨处境让71人次的爱心人士捐助了医疗费。 除了爱狗人士外,捐款者还有医师及动物沟通师及灵修者等等,其中最大一笔医疗费则来自一位企业家,当事人在国外的他,以他的爱犬黄金猎犬阿蒙的名义捐了近五万元。 虽然阿蒙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,但是看到小黄最后还是被救起来了,相信阿蒙和他的主人应该都很高兴,祈愿在天上的阿蒙能够因此而蒙恩,灵性更上层楼, 也祝福所有的捐款及救助者在这波疫情中都能够平安健康。 因此,不管最后他是否能够站起来,现在我们必须在他出院前,帮他找到可以爱他,照顾他,让他继续感受到爱的人,希望这样的贵人能够早一点出现。 如果您愿意不离不弃给小黄一个安稳有爱的家,请和我们联系,如果您现实情况不允许收养小黄,那麻烦您帮忙转贴分享这个贴文与影片好吗? 我相信愿意收养小黄的爱心人士,一定会在大家的祝福下出现的,谢谢您对小黄的祝福与协助。感恩。 这个影片将会设定广告盈利。盈利所得将全部转交任养人,后续照护小黄的支出。请大家帮忙转贴与分享。谢谢您。 感谢您。